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URLM 频道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 另一位影视熊星 他就是朱光 朱光的英文名叫做Paul 他是1941年9月出生 朱光原本的名字叫做朱士东 直观就是广东的清远 就是香港的男艺人 他拍过电影也拍过电视 后来也转行当去做配音员 沐现在这个时间 他就已经退休了 在1950年代中期 朱光就加入了电影界 他也曾经是粤语片里的当红小生之一 在1970年代初 当粤语片衰落之后 朱光就转为头身去电视圈 加入了无线电视 1990年中期 朱光就结束了他的演艺生涯 就跟他的家人一起移民去加拿大生活 朱光的母校就是培桥中学 他就信佛教的 跟着我们又很简单地介绍 朱光的生平 1941年朱光就在香港出生 早期他曾经住过在深水堡的苏屋邨 这个苏屋邨都相当多演艺人士 出色的演艺人士的培育了很多 早年他就毕业于香港的培桥中学 他在1957年出道 出道的时候他只是年紧16岁 入行之后 朱光就参与了大量黑白粤语片的演出 一直直到1969年 他就加入了无线电视 1970年代 就跟郑少秋、刘重仁、 王元申等人并列无线电视的当家小生 在剧集里面 多数以英俊小生的形象出现 除了在无线之外 他也有在亚洲电视演出过 一般都是以武俠剧或民国背景的剧集居多 在连续剧集里面 他基本是担光一线的角色 但是在80年代后 就从头电影界的时候 他就大多数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在70年代效力无线电视的时候 也有参与外购片集的配音工作 他曾经替很多角色做过配音 譬如说 无敌铁探长里面的艾朗西探长 就是朱光培 由于他的演艺经验丰富 所以配音上来 也都好像演戏那样投入角色 配音的时候充满感情 就是当时 最高水准配音员之一 在1990年 朱光就凭着电影 《叠血伤红》 提名第九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南配角 时间到了1995年 朱光就适应 退休 结束他和无线电视 数十年的宾主关系 然后移民去加拿大 定居在温哥华 定居在温哥华之后 他就潜心研 转研佛学 《笑看风云》这套剧集 就是他在无线电视的告别作 另外 在1994年 朱光拍完 TVB的剧集《笑看风云》之后 他就开始淡出香港的荧光幕前 后来就有一个著名的影评人 在Facebook上面就指 七十年代 以一把慈性的声线走红的朱光 就说他在2014年 因病逝世 但是这个说法 其实是指污虚有的 朱光的好朋友 盧先生 就说朱光仍然健在 如今 就是一家人 一起移民去温哥华 而且也曾经同过他们一家人 就一起去美国旅行 基本上因为他们一家人 已经适应了 退出了娱乐圈 所以同时他们又保持得很低调 所以听到这些谣传 他们也没有特别出来澄清 所以这位 盧先生 不抵得这些谣言 他自己走出来澄清这件事 近日又有一些专业 这个专业叫做旧相相逢 在上面 Facebook 有贴发文 有网民贴了 朱光当年入行的照片 于是 又有人留言问 朱光的近况 有人回答他 那个情况 都跟当年一样 因为 朱光都很少再涉猎这些东西 所以他连Facebook 都不再回应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朱光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 朱光的演艺人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智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